欢迎收看5月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轩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市立幼儿园举办了母亲节主题日活动 小朋友们手作卡片DIY手摸要送给妈妈 市长魏家燕也到场跟家长与孩子们一起律动跳舞 以及肚子装气球体验妈妈怀孕时的辛苦 而魏家燕也提醒家长 现在是肠病毒的高峰期要切记勤洗手 一起来守护孩子们的健康 花莲市立幼儿园庆祝母亲节大中小班都设计不同的主题活动 市长魏家燕也到场和小朋友们一起律动跳舞 并且在肚子里装气球体验妈妈怀孕时的辛苦 今天是我们的母亲节的一个活动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多的妈妈跟着我们的孩子一起跳 那其实我们其他的年纪也有做卡片要送给我们的妈妈 那在这边也祝福我们所有市录的家长妈妈们 那母亲节快乐 那在这边也借此跟我们所有家长们宣导 那现在是我们肠病毒的一个高峰期 请大家切记一定要洗手 请跟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说 不管是在学校或是要用餐前 或者是我们有触碰到平板等等 都一定要用我们都一定要先记得先洗手 那请记得家中的所有的家具 一定要用漂白水再清洁过 那在此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小朋友们亲手制作感恩卡片 还有专业老师指导手模DIY 要当作最特别的礼物送给妈妈 市长威嘉燕也叮离小朋友要记得亲妈妈一下 回去拿卡片给妈妈的时候 也是便宜她一下好多孩哦 好多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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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会严格执行防治措施 也请家长们在家里头要加强防护作为 共同来守护小宝贝们的健康 介绿会幻视报导